大家好 我是大佬K 本期我们接着来讲白庄谋杀案的下集 那么书接上文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了新嫌疑人 警方随即就开始调查杰里米在案发时段的行踪 经调查案发前一天的晚上 也就是1985年8月6日晚间 杰里米就在白庄 他和家人一起共进了晚餐之后 就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居所 大家还记得吗 杰里米的居所离白庄有4英里 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特别关注这个距离呢 原因是8月7日凌晨 有两条报警电话被记录了下来 其中一条就是凌晨3点36分 杰里米打到地方警察局报警的那一通 电话位置就是在杰里米的家 另一条是3点26分 也就是杰里米报警之前10分钟 还有一通电话打到了接警中心 谁打的呢 内维尔班博 当然这只是接线员根据报警人的描述做的记录 并不确定真的是内维尔打的这通电话 内维尔报警的原因也和杰里米开始说的一样 就是说女儿发疯了手里还有武器之类 这通电话的位置就是在白庄 我在这里插一句啊 内维尔是否真的打过电话给杰里米求救 案件资料中说这是查不到的 至于为什么查不到我也不知道 当然如果能查到 那这案子也就没有这么烧脑了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如果凶手真的是杰里米 案发当时他肯定就在现场 那3点26分那个电话就一定是他打的 目的当然就是嫁祸给他的姐姐 但3点36分的电话 又是从杰里米的家里打出来的 那么聪明如你们就明白 为什么白庄到杰里米居所的距离这么重要 没错警方想知道10分钟的时间 杰里米是否足够从白庄赶回自己的家 但经过调查之后啊 警方意外的发现 杰里米的汽车自从8月6日开回自己居所 到3点36分报警后 在赶到白庄之间就没有开动了 但是白庄女主人啊 也就是杰里米的母亲朱恩斑驳 她有一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呢 最后却发现在杰里米的居所中 所以警方推测 杰里米很可能是8月6日的晚上 吃完晚饭就开自己的车先回了家 然后在8月7日凌晨的某个时间 从自己的家步行到了白庄 等杀完人后又骑着她母亲的自行车回到了居所 不过这个推测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骑自行车的话 10分钟肯定骑不完4英里 也就是6.44公里的路程 不过警方后来发现了 白庄到杰里米的居所之间还存在了一条小路 如果从这条小路走 全程只有3.5公里 这样子的话 其自行车也能确保在10分钟内到达 好了 案子查到这里 似乎旁证动机作案方式都已经有了 但靠这些还不能说服陪审团 如果再能有一个人证 那就最好了 你们还别说 英国警方真心运气好 想什么来什么 就在案件发生后一个月 1985年9月8日 有个女人来到警局 检举揭发杰里米就是白状谋杀的凶手 这人是谁呢 大家还记得杰里米当时有一个叫朱莉木德福德的女友吗 就是她 朱莉跟警方说 杰里米一直跟她讲 非常讨厌自己的家人 特别想干掉他们 8月6日晚上9点30分左右 杰里米和朱莉还打过一通电话 在电话中 杰里米说今晚要做一件大事 当时朱莉也没往心里去 等到8月7日就发生了白状谋杀案 这时她才意识到 前一天晚上 杰里米所谓的做一件大事是什么意思 那么现在大家肯定在想 朱莉为什么会在案发后一个月突然跑去报警呢 难道是因为良心发现吗 还真不是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朱莉发现杰里米劈腿 两人在9月5日正式分手 三天后 朱莉就去警察局举报杰里米了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朱莉的证词对于杰里米来说 绝对是致命 现在人证物证动机通通俱备 1985年9月13日杰里米因涉嫌谋杀被正式拘捕 1986年此案开庭 在经过几轮的法庭辩论之后 检方说服了陪审团 最后以10比2的压倒性票数 判决杰里米斑驳谋杀父母 姐姐以及外甥的罪名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但是杰里米本人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行 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并且在今后的很多年里多次提出上诉 但最终都被驳回 直到案发后35年的今天 他依然还是在为自己申诉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很多的民间人士还建立了为杰里米平反的组织 以及网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原因在于此案确实存在太多的疑点无法解释 下面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来说 听完之后 咱们再来判断杰里米是不是凶手 我们先来说当年那个让案件重启的 所谓的决定性证据消音器 就是这件物证推翻了希拉自杀的结论 而这件证物是在案发后三天 由杰里米的表兄戴维布特弗提供的 那么问题来了 案发当日警方一定是搜索过白庄各个角落的 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这是消音器 真的是因为疏忽没有找到吗 即使真的是一个疏忽 那有一个问题依然解释不了 那就是凶手为什么要把消音器留在白庄的枪柜里 一旦警方找到了这个消音器 那凶手固执的希拉自杀的场景 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所以消音器的出现不合常理 另外希拉是脖子中枪 以及下巴朝头部的方向中枪 如果是自杀那很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是他杀就很难了 难道希拉会乖乖的让凶手用枪抵着自己的下巴开枪吗 这不科学 如果消音器证据是戴维专门拿出来陷害杰里米的 那他有目的吗 这一点啊 杰里米的代理律师给出了答案 一旦杰里米的罪行成立被判刑 那么这个戴维将会得到一部分的斑驳家族的遗产 就是这么简单 说完消音器 我们接着来说压死戴里米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的女友朱莉穆格福德 先不说一对闹掰的情侣会不会出现相爱相杀的剧情 但有一个事情却被戴里米的律师查了出来 就在朱莉去警察局报案之前 他已经把戴里米是凶手的言论 提前告诉了世界新闻报 并且和他们达成了协议 如果戴里米最终被判有罪 世界新闻报将会首发报道此事 而朱莉将得到两万五千英镑的报酬 且不说朱莉的证词是真是假 我只问一个因为有罪判决 就能获得巨大利益的人的证词 是否可以被人采用 此案还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十分钟是否可以从白庄赶回杰里米住处的问题 还别说 英国警方对于这一点还专门做过实验 上面我们也说过 警方当时找到了一条连接两个地方的小路 如果骑自行车走这条路的话 大概需要八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 那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条是什么路 这条路一边是河一边都是杂草 就中间有一条狭长的土路 虽然警方实验数据是八分钟 但是他们这个实验是在大白天做的 可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左右 那么一条一片漆黑又狭窄的路 是否能在十分钟之内走完 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吧 另外案发后警方约谈了五百多个居住在白庄和杰里米住处之间的居民 没有一个人看见案发当时在犯案时段有疑似杰里米的人出现在任何一条路上 除了以上几个关键点 还有一些线索非常的诡异 当时杰里米报警之后 警方不是很快就到达白庄现场了吗 在等待武装人员前来破门之前 他们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 有一个警员透过厨房的玻璃往里面看了一眼 当时他看到了厨房有两具尸体 但是当七点三十分武装人员破门而入 发现厨房就只有一具尸体 另外通过解剖受害人的遗体 也同样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内维尔 朱恩 以及希拉的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胃中都是空的 而希拉的胃部却还留有食物 并且据法医判断 这些食物就是在希拉死亡前不久吃下去的 看了以上那么多的疑点 还能确定杰里米是凶手吗 至少我觉得是不能的 同时大家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么多人为了杰里米喊冤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白庄谋杀案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选择余地很小 因为按我看来 此案的凶手必定就是希拉和杰里米两人中的一个 不会有第三个人 这一点通过分析警方的两条报警电话记录就能推断出来 如果三点二十六分那通电话真的是内维尔拨打的 那很显然凶手就是希拉 这点大家都能理解 但如果那通电话不是内维尔拨打的 有没有第三人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没有 因为杰里米之所以在三点三十六分会打电话报警 原因就是接到了父亲的求救电话 如果是第三人 杰里米应该能够听出这不是父亲的声音 但是杰里米在申诉资料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点 换句话说如果杰里米说的是真话那凶手就是希拉 如果杰里米说的是假话那凶手肯定就是他自己 本来对于凶手的确定我也非常的迷茫 感觉这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 但是不管是谁仿佛又都有很多的疑点 但是当我在准备文案的时候搜索到了一组照片 让我心中有了一个自己的判断 所以本期呢我们不妨来开一个脑洞 给大家一秒钟的时间 弹幕刷一下你们心中的凶手是谁呢 我认为呢凶手应该就是希拉 由警方通过厨房窗户看到的两具尸体 到破门进入后却只有一具尸体的矛盾 再加上希拉胃部的食物残留 我模拟出了一种犯案情景 案发当晚啊希拉因为精神病发作 先用枪射杀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然后跑到了主卧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这时内维尔被惊醒 他第一反应就是往楼下跑 但是在下楼的过程中被打了一枪 重弹的内维尔很可能一失足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所以造成了一些外伤 然后他跑到厨房开始拨打电话报警 这时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了 希拉怎么会给他报警的时间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安舒辞步枪的弹夹最多只能装填10发子弹 双胞胎儿子一人一枪 朱恩身上7枪 还有一枪在内维尔逃跑的时候打掉了 所以希拉现在必须要给枪支装弹 等装好了子弹 他又来到了厨房 把内维尔打死了 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自杀 而是在厨房弄了点东西吃 不要怀疑 对于一名精神病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可能过了一会儿啊 希拉神志有点清醒了 发现自己竟然把一家人都杀了 绝望之下开枪自杀 同时呢也躺在了厨房 这也就是警方会在厨房看见两具尸体的原因 但其实第一枪打在脖子上 并没有把自己打死 只是受伤了 没过多久武装人员到达现场 开始破门 他被巨大的破门声震醒了 于是呢他又爬起来上了楼 在主卧中再次开枪自杀 这就是我的推测 你们肯定会觉得我胡说八道 请看我在网上找到的一组对比照片 发现哪里不对了吗 没错 手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警方是不可能动尸体的 那谁动的呢 希拉自己动的 那时他应该还没有死透 好了 这就是我的推断了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